您好,欢迎收看4月2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也是夏家会 花莲民宿业者今年纷纷受到疫情影响 为此交通部观光局特别开办了 民宿业者从业人员产业转型教育训练课程 希望借此帮助业者渡过难关 21号县长徐正伟也前往国际英雄馆向业者加油打气 希望大家透过教育训练储备自己的能量 当疫情过去后能够迎接新的产业曙光 花莲县国际民宿协会为了让民宿业者在防疫期间 能够借由课程的教育训练 加强自我能力的提升 21号上午特别带着花莲民宿业者来到国际英雄馆 现在许正伟也向民宿业者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对中央的纾困方案有许多条案是相当的不明确 业者反应到县服纾困方案往往是看来到吃不到 现在许正伟对任何问题 希望大家能够解写所面临的问题 以并收到县政府来反应 欢迎会向中央极力争取大家的权益 另外对这几个月的产业转型教育训练课程 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好储备能量 等疫情结束之后能够为地方观光产业来努力 我们现在在这一个课程是让我们很重要的是把自己的本业的体质把它做好 第二个是充实的培力 未来的数位转型一定要搭上一定要搭上这一班列车 因为只要疫情得以控制岛内的部分 我们台湾本岛 外面我想边际的管理管制一定还是会封锁 边际的管制就是国外的旅客到花莲到台湾一定还会封锁 以全球现在的疫情来说 但是国内的旅游我相信只要在疫情稳定而且控制 然后减少减缓 我相信慢慢的会让大家出来开始走动 所以这个部分曾卫啊还是要跟大家说 观光的产业在疫情整个减小后 会整个大爆发 怎么样把我们自己整整整整备好 数位转型我们数位行销把它做好 所以现在无论是花莲县我们自己的工部门 或者是各个企业各个产业 都在做强化自己的内在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大家准备好 然后跟花莲县政府来做整个连结起来 现在习专业表示非常感谢观光局 能够给予相关的课程安排 协助业者在疫情期间 能够以课程的方式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这一次花莲国际民宿集会也进行第二提示的开课 为期二十天的课程 让民宿从业人员能够从课程当中提升自我的专业能力 接下来我们下期再见